大家好,這是C-SHOCK的第六集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列舉這種自定義的形態 我們要使用列舉的話,我們要先去定義它 然後它的形態名稱,名稱就自己定義,比如說week 然後還需要指定一個有限元素給它 現在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Sunday Friday Sunday Saturday 這些有限元素它的成員是以字母的方式Key進去 好,我們要怎麼使用它呢 我們就按名稱,weekday的形態名稱 我們就打一個點 它底下所有的成員都會列出來 比如說 我只是Monday 我們來看看它印出來的結果 哦,它顯示是Monday 那它是不是自串 我來比比看 我來比比看 哦,它並不是自串 因為它這邊出現錯誤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讓它變成自串 我們使用ToStream的方式來幫忙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會得到 Monday這個自串 通常 列舉 都會 以 序 呃,以序號的方式來做運作 做操作 比如說 我要怎麼樣取得Monday的序號 我們直接在前面 打一個int 我們把它 我們就把它轉換成 整數的形態 這時候 Council WriteLine 印出來的就會是1 那星期六 我們看星期六會是多少 6 對 6 列舉 它的第一個元素那邊呢 就是為0 所以 第二個就會 1 2 3 4 5 6 所以星期六它的需要就會是6 但這個需要我們是可以改變的 比如說 一天 如果你的系統一天的 一個禮拜的定義的起始 星期六 它是為第一 一個禮拜的第一天 你可以這樣子去改寫它 我們去重新賦予 重新改變它的序號 好 這時候我們看星期六 星期六的序號變成0 那星期一呢 星期一這時候序號就會變成2 然後這序號 其實這個對應的值並不是序號 而是就只是一個純粹對應的值 這個值 並不一定 並不是一個唯一性的 比如說 我monde 月 要 日 等於2 2 等於2 哦兩者都是2 即使 我用的 我可以使用別名的機制 Monde 也是月要日 所以他們 指的都是2 對 列舉 就這樣子 如果你覺得這幾對你有幫助 請按讚 訂閱 分享 看款廣告 謝謝 謝謝 等一下 我們這一集 要講的是 自定義列舉型態 可是剛剛用的卻是 透過ID 將 列舉型態的底下成員給列出來 其實我們應該是要這樣子用 哦 WEEKDAY本身就是一個 資料型態 我們可以把它 宣告 以他來做宣告 然後一個變數 比如說 today today 好 然後我們指派一個 從列舉裡面指派一個 指給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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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得到了today's friday 这个只是可以改得 它变成月曜日 月曜日 它就变成是monday 然后today 它只是一个变数 所以它不会出现weekday这个资料形态的集合成员 我们把它换成weekday weekday是资料形态 是列举资料形态 所以我们打点的话就会出现 它的元素 它的成员 如果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按赞 请看完广告 请订阅本频道 谢谢 等一下 哦 耳南有关键字 它也有耳南类别 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轻购 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轻购 咦 居然不行 那 那 我们该怎么使用呢 我们在这边只是稍微的提一下下 因为我们这个翻例会用到forH这个东西 forH后面才会解释要怎么使用 然后 我们就照着它这样子打 套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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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把X给印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X给印出来 然后再把X给印出来 然后再把X给印出来 我们来看执行结果 我们来看执行结果 然后 Anal类别的GateNames 它就会帮我们把WicDate 这个列举 这个列举 资料形态里面的 元素 名称 通通给列出来 如果我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按赞 订阅 看完广告 感谢各位